面對2050年漸零碳排放 台灣必須趕快做準備 結果沒有想到的是 民進黨撐這個機會 在風電、光電 在捞取暴力 這樣的信、這樣的政府 你們還能夠相信他嗎 台灣不管是數位轉型 或者是人工智慧的應用 都沒有做到該做的事情 每年200億預算的訴發部 現在連金融詐騙都不能有效的處理 現在政府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兩手一攤 叫我們自求多福 如果我們要自求多福 那要這個政府幹什麼 在民進黨的眼中 人民只是幫他投票的工具 我們還需要幫他投票嗎 談到的經濟就要談到能源 這也是我們對民進黨一個很失望的地方 政治應當理性務實科學 而不是純粹意識形態掛帥 我非常清楚 在現階段 2022非核家園是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很多的能源 可是民進黨就很可怕 明明台灣在未來的時間 至少在短期時間內 再生能源沒有辦法 完全可以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能源 在這個狀態下 他還是不肯鬆口說 2022非核家園是做不到的事情 事實上 我們最近 我們的五副總統才去參加Cup 28 在那個會議裡面就有28個國家 說要把核能在2050的時候增加到三倍 所以 我希望我們是一個理性務實的國家 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國家 另外2050淨零碳排放 是一個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想 你們也聽過 我們的另外一個鄉親 李遠哲跟我講的事情 他有一天去拜訪那個 蔡英文總統 他跟他講說 2050淨零碳排放 迫在於免血 特別是很快的 美國跟歐盟都要課貪關稅 臺灣必須趕快做準備 結果小英能能的跟他回答 我總統當到2024 我現在才知道 黃國昌老師 給臺灣一個貢獻就是 有這句話 太離譜了 理論上 面對2050淨零碳排放 臺灣必須趕快做準備 結果沒有想到的是 民進黨趁這個機會 在風電光電 在撈取暴力 這樣的信 這樣的政府 你們還能夠相信他嗎 不 能 特別在疫情的三年期間 全世界都趁這個機會 再做數位轉型 很不幸的 臺灣 不管是數位轉型 或者是 人工智慧的應用 都沒有做到 該做的事情 每年200億預算的訴發部 現在連金融詐騙 都不能有效的處理 現在政府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兩手一攤 叫我們自求多福 如果我們要自求多福 那要這個政府幹什麼 其實 在民進黨的眼中 人民只是幫他投票的工具 我們還需要幫他投票嗎 我們還需要支持他們嗎 所以我們 come to團隊